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手巾集锦节目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欣赏 利的手巾在死活变化中的应用 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道题 现在呢轮到黑棋走 黑棋能不能把下边这块棋做成活棋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黑棋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防止白棋直接渡过 假如说黑棋在这里沾 白棋从这里过去 黑棋即使再走这个 白棋还可以再接住 这点白棋的联络毫无问题 黑棋接白棋渡 黑棋假如再利的话 白棋在这里接也可以 在这里团也可以 白棋的联络也没有毛病 黑棋假如坚持不让白棋从这里渡过 黑棋比如走这个 白棋一断 黑棋紧气的时候 白棋无论在这里紧气 还是在这里紧气 局部呢 都是白棋快一气 这四个黑子 一旦要被白棋杀死了 那这个外边的黑棋 随之也就死掉了 这里呢 我们要强调一个解死脱蹄的前提 就是黑棋在这道题里边 不能直接去阻止白棋在一路渡过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的变化 黑棋假如在这里阻渡 这个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被白棋打吃 黑棋如果再接 这里就变成了一气吃 这个黑棋是一点戏也没得唱 还有一种下法 黑棋走在这里 看起来好像是挺厉害的 如果白棋断 黑棋就叫吃了 这就把白棋给吃掉了 但是黑棋走这个时候 白棋有一招好气 可以冷静的爬这个 黑棋如果接回去 白棋就从这渡过了 黑棋如果挡下来 白棋可以从这里断掉 这样局部的对杀呢 是白棋快一气 黑棋被杀了 所以黑棋归根结底 还是不能直接从左边动手 去阻止白棋这几个子渡过 这样左边的变化 给大家介绍完了 黑棋什么地方才有棋呢 黑棋这个地方 有局部对杀的妙手 左边不能动了 他就必须从右边开始考虑 这个时候立 就变成了唯一的救命手机 黑棋从这里立下之后 白棋不能断 白棋假如断的时候 这个立正好起到了 收紧白棋一气的作用 黑棋这个时候再拐 无论白棋走这个 还是白棋从这里搬 黑棋都可以从这里叫吃 这样局部对杀呢 就变成了黑棋快一气 所以黑棋一路立的时候 白棋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从这里断 白棋沾这个 这个下法也不能成立 因为这招沾和这个交换 白棋把自己的气啊 悄悄地撞紧了一口气 接下来黑棋在这里 尖顶 白棋如果断 这个没有用的是叫吃 白棋如果打吃 也没有用 黑棋沾上 由于这两个有了交换 白棋这不入气了 所以说这个沾 白棋也不能走 一旦走了 他就等于把自己的气 撞了一口 但是这个变化还没有完 黑棋立下之后 白棋假如单断怎么办 这个都是黑棋在立之前 要考虑周到的地方 假如说白棋一搬过 黑棋只会沾这个 被白棋把这个团住了 白棋全连回去了 那整块黑棋 又要被杀了 白棋搬过的时候 黑棋走这个也是不行的 走这个 人家接上 还是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时候 黑棋既不能接 也不能从这里直接紧气 黑棋 必须从这面紧气 这招棋和这个力 是紧密相连的手筋 这样看着好像轮到白棋走 意外的是白棋这三个子 无论如何也已经逃不回去了 下面的变化是 假如白棋从这里叫吃 黑棋可以反叫吃 白棋不行 白棋如果从这里叫吃 黑棋接住也是反叫吃 这三个子连不回去 这还不是最妙的 最妙的是白棋如果沾这个 想从一路上连回去的时候 黑棋不是单吃 单吃白棋就连回去了 黑棋可以先扑 多送一子 等白棋提的时候 黑棋再叫吃 这样呢 局部就出现了 接不归的奇形 这三个子 就被黑棋巧妙的杀掉了 黑棋在后面追着紧气的时候 白棋如果站在这 黑棋可以这边多送一子 白棋还是连不回去 白棋提掉 黑棋叫吃 所以下成这个样子 只要黑棋会一路立 然后再从后面紧气 这个白棋三个子 救不回去的 凭着这个一路立的手筋呢 黑棋的就成功的 把自己做成了静火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一道 利的手筋 在杀棋变化中的应用 请看棋盘 右下呢 轮到黑棋走 黑棋的任务呢 是杀死脚上的白棋 初看起来呢 好像白棋在脚上的空间很大 这个黑棋 好像初棋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黑棋在这里边呢 存在着妙棋 黑棋假如单纯从外面进攻 白棋接住 黑棋再冲 白棋再挡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我们看到这个白棋呢 很自然的就变成了火棋 这个是没办法吃了 太大了 所以这个从外面去压迫白棋 这个不能收到理想中的效果 黑棋呢 黑棋呢 必须从里往外杀 第一步是断上去 断上去 假如白棋这里打 黑棋这个利就变成了手筋 这是典型的金机独立骑形 所以白棋要从这里打 但是白棋从这里打的时候 黑棋在这里立下去 多送一个子 依然是局部的妙手 白棋这边 不能放弃这两个子 你如果到这边去走棋的话 被黑棋把这两个子吃掉 白棋就算这个打是先手 打完了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做不活 没有用处的 所以这两个子呢 白棋不能放弃 黑棋在这里立的时候 白棋必须去叫吃 这个时候粗粗一看呢 好像这个白棋这边有一只眼 这边有一只眼 这不是已经活了吗 而且这个非打不可呀 不打白棋要在这里做眼 马上就第二只眼做出来了 黑棋打了之后白棋一提 这样还有棋吗 非常有趣的是呢 这个棋还就是有棋 黑棋千万不能从外边紧弃 我们刚才一再强调了 黑棋从外边往里紧弃 是杀不了白棋的 白棋可以在这里挡住 这个之眼 黑棋破不掉 当然黑棋更不能从这里打吃 这个是送眼行为 一下子白棋就活了 这两个都不能走 黑棋能走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了 那就是黑棋要在这里扑 这招扑是杀棋的手筋 白棋如果提掉 黑棋在一路上冲 这个点和这个点 黑棋必得其一 白棋只有一只眼被杀死了 黑棋扑的时候 白棋如果接在这儿 黑棋有在这里扳的手筋 白棋不能在这里入气 吃掉这个子没有用处 吃掉这个子的时候 黑棋把这个连回去 这个地方是一只假眼 所以黑棋利用在这里一般一粒 巧妙的破坏掉这边的白棋的眼形 最后杀死了这块白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利益的手筋 在活棋死活中的应用 请看棋盘 右下这块黑棋呢 现在明显的没有眼位 黑棋必须想办法在局部对沙中走出棋来 或者吃掉这三个白子 或者在脚上做点文章 否则黑棋就完了 这个局部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但是黑棋要走得好 黑棋要先立这个 这招棋是局部战斗中的手筋 先把白棋搅上这只眼 把它破坏掉 白棋不能不硬 白棋如果接在这里 那黑棋从这边一叫吃 连这三个都给吃掉 更不要说脚上这几个字 白棋这个时候呢 也不能在这里沾 在这里沾的结果 就是黑棋直接纵这里吃 这三个变成了接不归 白棋死掉 所以黑棋现在立的时候 白棋没有什么好看的 只好在这里叫吃 下一步棋又是一个关键 黑棋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打吃 一打吃这个棋 被白棋粘住 这个棋就效果差多了 这个打吃是典型的俗手 这个时候黑棋要单立这个 这边立完了 然后再从这边立 这个才是解救违局的唯一手机 下一步棋 白棋如果在脚上提两个子 脚上是没棋了 但是黑棋从这里扑进去之后 白棋这三个子丢了 要注意呢 这个扑进去之后不是打结 白棋如果提这个提结的时候 黑棋可以从后面追吃 这个局部是接不归 所以这样的黑棋吃掉这三个 也就活掉了 白棋假如不让黑棋在这里扑 黑棋立这个时候 白棋粘这个 白棋粘这个时候 黑棋在这里边又可以出棋了 黑棋再从这边叫吃 白棋只能提掉 这个时候又要注意 黑棋千万不能去扑 这个扑虽然能把脚上做成 白棋做成那个大头鬼 但是这样一扑一提之后 黑棋再叫吃 白棋可以吃这个 黑棋提这个子呢 是没有用的 这个子不是眼味 黑棋又要死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打吃白棋提掉的情况下 黑棋要想活掉自身 就必须让白棋这两个子 变成接不归 于是黑棋在这里单叫吃 就变成了好棋 白棋接下去 如果接这个 黑棋追吃 对杀白棋差一气 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也不能走在这里 黑棋还是从这里叫吃了 所以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只能忍痛 放弃尾巴 吃在外边 这样黑棋把这个一提 提掉这个 然后使这两个子变成接不归 黑棋成功的在这地方 做成了两只眼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一个利的手筋 在比较复杂的 对杀变化中的应用 请看棋盘 右下角白棋呢 好像是活的空间很大 这个黑棋 这个黑棋好像进攻不容易得手 但是这里边确实是有棋的 黑棋运用精确的计算 可以想办法杀死这块白棋 首先黑棋从外面进攻是不行的 黑棋如果冲 白棋挡住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黑棋再怎么冲 白棋就挡住 这个是不可能杀死白棋的 这里边眼位太多了 黑棋在这边靠 这个下法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里面空间太大 如果走这个向下来 白棋可以冲 黑棋断了 白棋就老实在这里叫吃 这个就已经活了 下面黑棋吃这个时候 白棋把这个一提 简单成火 黑棋攻击失败 所以我们说黑棋从外面 想办法动手进攻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下法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从这边走 白棋可以缩在这 这个棋意外的也是活棋 黑棋如果打这个的时候 白棋可以在这里作严 黑棋脚上得到了点便宜 但是这边的问题没有解决 好 现在我们要看黑棋 怎么想办法杀他了 黑棋第一步在这里送吃 这个是必要的 对此白棋也不能不吃 白棋如果接住 黑棋度过 黑棋度过之后 这个地方空间太小了 这个连这个力都是后手 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也做不活了 白棋也不能从这里吃 这里吃 黑棋一立之后呢 等于送黑棋回家 这个地方没有做活空间了 所以白棋只有在这里叫吃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棋 非要把这个子留下不可 接下来我们看到黑棋在一路上立 这个是杀棋的手劲 黑棋立下去之后 强迫白棋在这里边 这个防御 白棋如果在这里叫吃 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黑棋从这里靠下来 白棋吃这里没有用的 不活 必须要冲 但是黑棋在这里叫吃 白棋提这个时候 黑棋从这边一锥吃 白棋这里吃了两个子 但是眼尾却只有一只 这个是明显的死棋 所以这个立下去 白棋明显不能在这里吃 黑棋立下去之后 我们看看白棋有什么样的 顽强的防御手段 白棋在这里接 是一种防御手段 对此呢 黑棋在这里吃是没有用的 你在这里一吃 他就一吃 这边是你接不回去的 这两个子跑不掉 反而帮了白棋的忙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棋要想办法 去掉这边这只眼尾 这个看着好像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但是如果黑棋把次序走得非常好 白棋居然逃不出黑棋的杀手 先冲 这是第一步 因为你如果一路搬的话 被他在这里沾上 马上这个地方眼味就变厚 黑棋吃这个也没有用 白棋再挡住 这里一只眼 这里一只眼 静活了 所以去眼之时候 先要从这里冲 白棋必挡 黑棋千万不要去打吃 打吃被白棋一沾 这个就活干净了 黑棋也不能去扑 扑的话 就算他提掉 你这个也没有别的可走了 所以这个棋呢 要空搬 这个是杀棋的妙手 空搬之后 假如白棋吃这个 黑棋点进来 可以把这边这只眼破坏掉 白棋如果接住呢 当然什么也不用说了 黑棋连回去 就已经把白棋杀掉了 白棋如果从这里挡下来 黑棋扑进去 白棋只能提这两个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 黑棋再扑 白棋不能在这里沾 在这里沾的话 被黑棋全提掉了 白棋在这里提的话 黑棋又要把这只眼掐掉 这样呢 白棋虽然吃到了脚上梁子 但是整体的眼位不够 黑棋搬这个 白棋挡这个变化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复杂的 抵抗手段是这个 白棋挡这个时候 黑棋可就要动动脑子了 黑棋这个时候 还是不能打吃 什么时候一打吃被他一沾 这个就活了 黑棋这个时候要扑 这是局部杀棋的妙手 白棋不能沾啊 沾了这就全提掉了 必须提 黑棋千万不要去这里打吃 打吃的话被白棋一做 你提结 这个就变成了打结活 打结活我们说还不是局部的正解 这个地方黑棋有非常巧妙的 弃子杀招 扑一下和白棋提掉之后交换 黑棋再送这个 手法绝妙 白棋如果去吃这个 黑棋再破眼 吃这个不活 这个棋放在这也没有用 这个也是不活 黑棋送吃的时候 白棋如果团这个 这边这只眼是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看到 黑棋预服的杀招出来了 早先在这一立之后 就留下了在这里的打吃的手段 现在黑棋采用班党铺的种种手段 把这个地方白棋撞紧了 白棋不能在这里叫吃 只能到这里去提 但是黑棋再一提 当初这下一立的子 逃回去了 这样就把白棋这边给杀死了 所以这个变化虽然复杂 但是很有趣 一冲一走一搬 然后再把这边白棋棋紧掉 第一个一看白棋一打 黑棋一立 这个立的妙手下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白棋 另一种非常有趣的抵抗手段 白棋如果走在这儿是怎么回事 很多朋友下棋的时候不喜欢深算的朋友 走到这儿往往就觉得 这子路不通 这个得黑头 黑棋得回头重新再算了 如果你吃这个的话 白棋一作眼 这儿有一只眼 这两只眼必得其一 简单成活 这个时候一看 黑棋作战就失败了 但是 且莫急着放弃 这里边 黑棋 还有文章可做 黑棋这个时候 点这个 是凶狠的一击 对此 白棋如果打这吃 黑棋可以从这里破眼 白棋虽然吃掉了这两个子 但是黑棋往里一扑 这个不是眼 这个棋正好点在要害上 白棋被杀了 所以呢 白棋不能在这里打吃 要想护住这两个子 并维持住一只眼 唯一的办法是只能在这里沾 但是 这里边又有学问了 粗粗一看好像这个子跑不掉 这两个也跑不掉 怎么杀啊 哎 再往前送 黑棋在这里边送两个 这边再送两个 这就把棋的妙味呢 全部发挥出来了 白棋如果沾这个 黑棋断 白棋如果吃这两个 这两个是跑不掉了 但是我们看到黑棋从这里吃 这边逃回去之后 黑棋的这 吃这两个眼 不是这两个子跑掉了 眼跑到这来了 但是呢 最终还是只有一只眼 黑棋 卡进去之后 白棋 无论是在这里吃 还是在这里吃 黑棋 都可以 从这里反叫吃 白棋 提掉的时候 黑棋 可以追着往里 再扑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 白棋 已经没办法了 白棋 提掉的话 这只不是眼 被一掐 就死掉了 黑棋 再扑的时候 白棋如果 接在这 黑棋 这个断吃 又发挥出了威力 所以说 我们这个 当初一看一粒 这条粒的手筋 随时留着这边 这个手段 是非常有效的 一旦 这边白棋 入不了气 这个杀招 就成立了 所以这个死活题呢 虽然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也正好体现出了 粒的手筋 在杀棋变化中的作用 看完了复杂的杀棋变化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简单的 粒的手筋 在死活变化中的应用 请看棋盘 这个右下角呢 双方正在对杀 轮到黑棋走 这个问黑棋 有没有办法 净杀这块白棋 这个死活变化呢 说实话 范围很窄 有点像一个小品 但是呢 也颇有妙味 黑棋呢 如果不会杀的话 不会运用脚上 这个夹的手筋的话 这个是不行的 比如说从外面紧弃 被白棋这个一粒 这脚上白棋 在这个地方出来演了 这两个黑棋还跑不掉 这个 马上这个棋 黑棋就失败了 从外面搬 这个变化也不用行 眼看着白棋一叫吃 这个眼去不掉 什么棋也没有 但是光说 毁了这个家 这个手筋 本身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等于走对了这个 不一定 你这个死活就解对了 白棋现在一叫吃 黑棋 关子是便宜了 这一打吃 这个子杜回去了 但是我们再一提 再一看 从死活提的角度来看 黑棋失败了 黑棋把这个提走之后 两个子是救出来了 白棋这一作严 白棋又活了 所以黑棋在这个局部 光辉这个手筋还没用 还要进一步的 把这里边的问题向周全 怎么才能杀死这块白棋呢 黑棋第一步 在一路上立 这个是妙手 看白棋怎么硬 白棋如果在这里硬 这三个是跑不出去了 但是黑棋一点的时候 意外的白棋也不敢走这个 因为你走这个时候 黑棋从后边叫吃了 这招棋撞了自己一大气 但是你不走这个 你如果叫吃这三个 黑棋在这里一扑 脚里这只眼被黑棋扑掉了 吃掉这三个 你还剩下一只眼 依然不是活棋 所以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从这边紧气 等于是自销变化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也就是说 白棋只能从左边这边开始紧气 下面呢 黑棋又看怎么活 黑棋打吃在外面 肯定又是不行的 白棋随便走 什么都活了 这个时候还是要加 加的时候 白棋还是不能吃这个 因为你吃这个时候 他又从这扑进去了 你还是活不了 所以说杀棋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黑棋加的时候 白棋如果吃这个也没有用 黑棋可不是从这里叫吃 从这里叫吃就上当 被白棋这个一提 这三个子提起来之后 这边要做活 这边接这个也要做活 这个棋 白棋就拖出了险境 问题是白棋从这边叫吃的时候 黑棋可以直接从这里扑进去 把这个也扑掉 导致对方吃三个不活 我们所以说呢 黑棋加这个时候 白棋没什么可反抗的了 这边不能走 这个不能走 只能从这里叫吃 但是这样的 黑棋不是在这做结 做结是拙劣的下法 黑棋从外面打吃庙 白棋只好提掉 黑棋再紧弃 这样黑棋利用 做经济独立的下法 成功的杀死了这块白棋 今天的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